孤身前往修真联盟的老圣皇 终究还是归虚而去了 一生不败天地不尽鬼神的亡灵 却对着老圣皇的尸体重重磕了三个头 书接上回 当阎雷子以及诗音三王相继降临朱雀盛星周围后 亡灵的神识立刻就有所察觉 而后便传音说道 阎雷子前辈 好久不见 阎雷子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本他就对于朱雀盛皇的身份有所猜测 可如今确认对方正视亡灵后 还是不免有些震惊 而后阎雷子抱拳回应道 圣皇阁下 如今我们可以凭被道友称之 紧接着亡灵又对一旁的中年男子说道 想必这位便是诗音宗的道友了 对方淡然地回应道 老夫诗音宗第三王 不久前我宗小被李迎之带回一枚玉检 此番老夫前来就是想要询问圣皇 那玉检内记载的尸体位于何处 若圣皇如实相告 我诗音宗感激不尽 阎雷子同样开口问道 老夫也看到了列云子带回的御检 不知那是什么地方 亡灵并未多说废话 直接将古神之地位于朱雀星的密文透露了出来 而后诗音三王又问道 圣皇将如此重要的消息告知我的 怕是另有打算吧 亡灵回应道 各有所需 借刀杀那首诗之人而已 显然亡灵并不准备隐瞒此事 这原本就是一场摆在明面上的阳谋 诗音三王听到亡灵的回应后一愣 于是又说道 圣皇果然直爽 此事我诗音宗成情 紧接着诗音三王略移抱拳 便转身离开了此地 严雷子看到诗音三王离开后 他眼中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 开口轻叹道 老夫终究还是低估了你 没想到你会成为朱雀圣皇 亡灵 今日抛开老夫雷仙殿身份 抛开你朱雀圣皇身份 我昔日待你如何 亡灵沉默了片刻后 回应道一声尚可 严雷子笑着说道 一句尚可倒也中肯 老夫只想知道那预见究竟是真是假 还是连你自己都不缺点 亡灵郑重地回应道 严雷子前辈 王某不欺瞒于你 那玉碱千真万全 严雷子点了点头 抱拳之后便化作一道 长虹离开了朱雀圣星 亡灵看向严雷子消失的方向 喃喃自语道 眼下就等老圣皇取得羽之仙经了 罗天以及诗音宗等势力 都只会猜到我送出玉碱的目的 是为了浑水摸鱼 可实际上我要将你们全都引到古神之地 届时便无人去扰乱我四圣宗 前往与之仙界营救青龙圣皇的计划 接下来王灵想要见一见云仙道旅 以及被太古圣器所封印的古摩塔家 但也就在这时 朱雀圣宗内老圣皇的肉身猛地睁开双眼 他立刻对王灵传音说道 速速来见我 一定要快 王灵在接到老圣皇的传音后 直接施展出缩地成寸来到了老圣皇境前 此刻老圣皇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王灵心中满是悲哀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老圣皇看到王灵出现后 他平静地说道 此次修真联盟之行 老夫查出了你的师兄清水 的确是在修真联盟总部 他没有死 但却失去神智 陷入到了疯癫当中 原来修真联盟在这无数年来 隐藏了一个惊天大秘 当年重玄子等人前往与之仙界 不仅得到了绝大部分传承 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奇异之物 他们这些年始终都在研究 不过这些奇异之物 就连昆虚之境都不知道 有可能会波及四大仙界 王灵你速速将这枚玉碱 送到昆虚之境 但你修为不足 莫要牵连进来 还有拯救清荣圣皇的事情 就要交给你了 老圣皇说完这番话 不由地喘息起来 他抬手在自己没心处一点 其内的原神幻化而出 并看着王灵露出慈祥之色 他笑着说道 王灵 好自为之 老夫不能再帮你了 最终这道原神缓缓消散 从中浮现出一枚红色玉碱 以及一块玉之仙晶 老圣皇的肉身在失去原神后 立刻变化作一个燃烧的石像 王灵后退几步 跪在老圣皇的石像前 重重磕了三个头 他王灵一生不败天地 但老圣皇却当受王灵三头之谢 紧接着一只虚幻的朱雀 从老圣皇体内冲出 越飞越远 最终消失在了星空内 化作一片金光 在老圣皇陨落之后 整个朱雀圣宗的族人 都有所察觉 他们默默向着老圣皇肉身 所在之处跪拜下来 流出了眼泪 一股浓郁的悲哀 一声声恭送圣皇响彻天际 曾经白虎圣皇战死 玄武圣皇叛变 青龙圣皇离弃失踪 是朱雀圣皇带领四圣宗 度过了重重危机 而这为了四圣宗残存 无数万年的老圣皇 也终于归序而去了 其余三大圣宗的族人们 也纷纷心有所感 向着朱雀圣星跪拜下来 一股浓郁的悲哀气息 笼罩了整个联盟东部